大家好 欢迎收看 我是罗兵看 国势罗兵 好 那一个礼拜的开始非常可惜 今天整个盘面利空非常多 这中间包含昨天我们国内最新的一个 这个新冠疫情的确准人数 一下子怎么样 跳增到83人 好 那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 上海也完全没有预警的一个情况之下 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半封城的一个状况 他把这个上海分为AB两区就两区了 然后分别实施所谓的封城 好 那再加上今天其实在美股的盘后的 期货这个电子盘也是呈现了一个 弱势的一个表现 所以让整个大盘怎么样 一开盘 一开盘怎么样 就直接往下灌低 用跳空的方式 直接灌到了超过300点的一个跌幅 最低来到308点 17368 在形态上怎么样 又出现了一个怎么样 上个礼拜站稳在五日线 半年线就像结果今天一个跳空怎么样 又直接怎么样 破了这个五日线半年线 甚至于最低点还回撤到了年线 你看上个礼拜原本只剩下一条季线在上方 下面有五条线 在今天最低点的一个位置居然怎么样 这五条线全部又全部丢掉了 你看这个幅度有多大 对不对 造成这样的一个 随着一个原因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今天消息面怎么样 非常多的一个利控疫情的问题 美股的盘后的问题 包含油价怎么样 油价又涨了 为什么 因为在整个中东的一个部分 人家一个油田居然也莫名其妙的被轰炸 在这种情况之下 负面消息非常多 所以造成今天的一个跳空下跌 这印证了什么 这印证了我告诉各位 即便现在我们看到似乎整个技术面 整个筹码面 优势慢慢由多方所掌握 但是你不要忽略了 整个消息面是瞬息万变的 整个消息面是瞬息万变的 所不同的是 过去整个盘面完全由消息面在主导 不过现在即便消息面还是瞬息万变 不过消息面的影响力 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的一个强烈 因为随着技术面的一个优势 随着资金面筹码面的优势 慢慢回到多方的一个手上 所以整个消息面的冲击力道 也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减缓 就以今天为例 我们刚才讲了 早上受到这么多的利控的一个冲击 行情直接往下灌破 跌了308点 不过不过慢慢的怎么样 慢慢的低接买盘进场 又把这个指数慢慢的往上垫高 往上垫高 往上垫高 一度怎么样 一度来到只下跌149点 你看 从原本的下跌308变成下跌149 这已经收回了一半的一个师徒 好那以今天的收盘位置下跌156点 是不是几乎怎么样 是以今天的一个最高点作收 那换句话说 以今天的一个收盘 跌156点跟最低点 一度跌了308点 告诉你什么事情 告诉你今天的下影线怎么样 今天的下影线流的超过150点 不仅 不仅 今天的下影线超过150点 甚至于你看 开盘的位置 开盘的位置跌了166点 今天收盘只跌了156点 换句话说 今天怎么样 今天的日K线 它是收红棒的 有没有收红棒 我们来看 有没有 又收了一个所谓的一个T字线 带红棒的一个T字线 而且今天是测试到了月线 时日线跟年线之后 再往上收久 这也确认 也确认 即使在低档的一个部分 它的一个支撑的力道 正逐渐在加强 正逐渐在加强 尤其今天怎么样 量是萎缩的 量缩带下影线 代表现在整个筹码 也是非常的一个安定 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那句老话 消息面顺序万变 所以盘面 它一定会受到一个波动 你看上个礼拜 你会预期说 今天会有一个跳空缺口往下吗 对不对 那今天这些利空 你能够预期吗 整个国内的疫情 看似已经平稳下来 噼里啪啦的 一下子又变83人 好那其实我必须坦白讲 就国内的疫情的控制 我们比国外要好得太多了 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实行 所谓的一个普塞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难免有一些黑数 有一些黑数存在 当然有些时候像现在疫情 稍微升高的时候 就会引起盘面的恐慌 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我也是再次呼吁 所有的一个投资朋友 在现阶段 整个防疫的工作 必须还是摆在第一位 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一个疏忽 因为这是关系到自身的一个安全 也关系到别人的一个安全 而且大家要提高警觉 好那也因为整个盘面 终究处在一个所谓的消息面 还是混沌不明那个状况 我说整个偶尔偶来的一个消息面 还是会让整个盘面 出现大幅的一个波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说过操作上面怎么样 你就不能够看墙去追 这个话我已经讲了几个月了 对不对 你看这段时间 你看墙去追的 你自己告诉我 你几个有赚到钱 你几个有赚到钱 不管是记忆体 不管是钢铁骨 不管是航空 不管是海运 甚至于特用化学 好那你看今天 因为疫情升高了 一大堆人又开始告诉你什么 防疫概念股 因为今天很强 防疫概念股 所以很多人又去抢 但是我还是这么告诉各位 防疫概念股 今天很强 我认为这是一个题材面的一个问题 大家一看 哇疫情升高 对不对 恐慌心态 地险的资金 既然往这边去移动 很正常 但是你只要想 你家里还有多少口罩 你现在口罩会不会买不到 疫情刚出来的时候 你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伍 买两袋口罩 所以口罩股 对不对 当然怎么样 当然会出现股价的大喷发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呢 你需不需要再花两个小时 去换两个口罩 我家里有一千块口罩以上 对不对 你还会缺口罩 先前你要买个酒精 也是一样买不到 对不对 现在我家里有几罐酒精 你家里有几罐酒精 你自己去换两一下 所以我想对于这些题材面的东西 我不会讲 我不能讲它完全不找 因为毕竟题材面是有利于 它股价的上涨 但是你终究如果回归到实质面 我认为这些防疫概念股 如果说你本身 在整个获利的数字上面 你有没有办法拿出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数字的话 你完全只是靠一个题材面在撑 顶多一天两天 让你再厉害一点 一个礼拜好不好 那这样的一个操作 如果你看墙去追 你很容易受伤 对不对 我还是再一次的一个说明 就好比说 今天除了防疫概念股以外 还有一个主曲也非常的强 我们刚刚讲了特用化学 对不对 特用化学上个礼拜 说一大堆人在讲 那今天到确实了 今天在特用化学的部分 也有很多 像你看三幅画 今天你看大盘跌了 盘中跌了308点 它居然怎么样 开低走高 然后多数时间都在盘上 还有谁 最近大家一直热门的 还有什么 中华画你看盘中甚至于 一度怎么样 攻到了将近 七八八%掌停板的门口 有没有 那中就怎么样 也是涨了大概有半根停板 强不强 强 好不好 好 确实对不对 对 但是我只问各位 你上个礼拜去追高的 你上个礼拜去追高的 你到今天 他今天算强 这算强 但是即便今天这么强 你解套了没有 解套了没有 我们来看图说故事 来 你上个礼拜去追高的 今天很强 没有错 但上个礼拜在这里 现在股价在这里 上个礼拜的高点在哪里 上个礼拜的高点在208 今天的收盘多少 200 有没有 你看嘛 你光看位置来 放大来看 你就更清楚了 你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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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怎么样 你都是赔钱的 好股票 趋势上的股票 法人也认同 法人的报告都非常推崇 这样的一个股票 但是即便是这么好的股票 买点不对 买点不对 你是不是一样套 你是不是一样被修理 是不是这个样子 来 强不强 强 今天还涨半根停板 我想这张股票 也是近期很多人叫你去买的 甚至你老是也带你去追 我请问各位 你追在上个礼拜里 到今天解套没 今天盘中一度差一点点掌停板 纵使今天的高点 有没有过 上个礼拜的高点 一样没有 一样没有 所以你上个礼拜去追高的 你纵使今天拉到掌停板 你也没有解套 你有沒有发现 那这些怎么样 都是好股票 都是盘面上一大堆人 跟你讲的股票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趋势不对吗 趋势对 法兰也认同 为什么会跌 你在人多的地方 你去跟人家臭热闹 这是我一再地告诉各位 纵使是好的股票 当多数人都告诉你 他有多好 有多好 你在短线上面 大家全市场都往这边钻的时候 你不要去臭热闹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你等到拉回的时候 你自己再找时间来做一个切入 你会安全很多 你获利的一个机会会高很多 不要说什么来 2603 今天也强不强 强 今天也是逆势抗跌 开低走高 有没有 来 三个礼拜前 两个礼拜前 没有一堆人带你去追 你看 这个头部这么大的量 有没有 这不争的事实 你追在这里 这也是好股票 不是说我现在这样讲 它就不好 它也是好股票 值得率非常高 非常漂亮 这个是绝对具有投资价值的股票 但是你追在这里 你看现在 今天几篇抗跌 离你的成本多远 你买在这里 现在股价在这里欲哭无泪 纵使是好股票 你也会受伤 但是如果说人多的地方 当大家都在讲 它的殖利率怎么样 都在告诉你 它有多好处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躺浑水 你等到现在 拉回的时候 你来买 你看你买在这个位置 我们不要说你马上赚钱 你买在这个位置 跟买在这个位置 我请问各位 你的胜算是不是大很多 所以你也知道我做股票 我向来不跟人家臭热闹 我一直告诉你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回到刚刚我们说的 上个礼拜你去臭热闹的 什么三幅化 什么中华化 最高的到现在 没有一个是解套的 卖光赚钱 你连解套都还没解套 可是同样是 特用化学 因为我说这是一个对的趋势 这个方向绝对没有错 这个产业也绝对是好的 但是当大家在追什么中华化 在追什么三幅化的时候 我帮各位所规划的股票 会不太一样 来 我们帮会员 帮我们所有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们规划的什么股票 我们先来看一通扣讯 今天 9点18分 4702中美10一开盘没多久 就攻上涨停板锁住 一点都不受到疫情的影响 1月2月营收数字都是大幅成长 特用化学你看 特用化学有没有 这个题材才刚刚要提早 所以这个趋势是对的 所以怎么样 我们在上个礼拜先买好 今天怎么样 今天就告诉你它涨停板 来4702 有没有涨停板 9点半不到就涨停板 同样是特用化学 中美10没有一大段告诉你 没有 在今天之前 今天或许有 拉出涨停板 对不对 可是今天之前 我中美10不是今天买的 我中美10不是今天买的 你光看这个你也知道 对不对 我们已经先买好 所以今天怎么样 今天9点15分不到就手上涨停 我请问各位 如果说你没有事先买好 你今天来得及买 当你发现它要开始要去 有没有 从它开始从盘下拉上来 到它拉到涨停板 5分钟都不到 如果你看到它墙在去追 你光拿起电话跟医院交代清楚 它已经涨停了 已经锁起来 不是这样子吗 可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就买好 那时候为什么要买中美10 没人家说 为什么做股票一定要人讲 为什么我一定要去追逐那些盘面 很多人讲的股票 我说过的 中华化的好 三幅化的好 我都认同 我都认同 法人看好 我也认为他们都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这么多人在讲 他们的好 你知道我知道 全市场都知道 你认为这还是很稀奇的 对不对 尤其当大家 各路的人马 各路的权威名师 都带他们会员来共襄盛举 我只问各位筹码会不会乱 你短线筹码乱 你短线要不要整理 所以在这个位置 当大家都在讲的时候 当盘面很热的时候 你去买 你就是危险 你就是危险 因为你风险也比人家高 因为你去追高 你风险比人家高 你的一个胜算就比人家低 而且纵使未来它在涨 我们刚刚也举的长荣行 这个长荣 你买在现在跟你买在高腿 纵使未来那些还要再往上 但是 你买在现在跟你买在高点的 空间差多少 有些股票现在涨了两成 你才刚解套 可是人家买在第一档 人家已经赚两成了 哪个空间大 所以我说过 我们规划的股票 跟人家不一样 或许你的老师 你看的节目 这些专家权威名师 都是跟你讲盘面最热门的 那这些最热门的股票 我说我都认同 但是我不会去买他们 纵使要买也是买到怎么样 等它拉回的时候都没有人在讲了 等它筹码干净了 对不对 适当的买点出现我才会出手 那在这之前 我规划的股票 同样是特用化学 对不对 我买的中美食今天涨停板 你说这也有戏啊 有啊 有戏啊 好股票有戏啊 有涨吗 它涨多少 除了它还没有过上个礼拜的高点 你上个礼拜买来还在套牢一万 同样今天逆势强涨 它涨半根 中美食涨停板 它涨一根 法人看好的三幅化 好股票 但是股价还没有过上个礼拜的高点 你去追高的 你现在还在等解套 今天纵使涨 今天涨多少 今天涨1.5% 可是我帮你规划的 今天却是涨了10% 涨了一根涨停板 最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哪里 好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好那稍后回来 我们再来跟各位规划 那你到底接下来 应该怎么样 来用什么样的策略 来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 上下坡动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盘面的一个变化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今天整个台股又受到消息面的一个冲击 包含疫情国外国内美股的一个影响 这样的一个冲击 今天怎么样又出现了大幅的一个拉回 好这是不是又再一次印证了 我说过 以目前来讲 整个消息面三不五时还是会冲击到整个盘面的一个变化 不过 我说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冲击 已经开始怎么样有出现缓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 即便一开盘跌了308点 但终究还是拉起来 所以慢慢的整个多方所握有的 包含像基本面 包含像筹码面 包含像技术面 他们的一个重要性 也已经慢慢在抬头 但即便如此 因为轮动非常的快 消息面还是三不五时 会冲击到盘面 我说它冲击会减缓 并不是它的冲击会归零 并不是这些消息面对盘面没有任何的冲击 绝对不是 你不要这么说 不要太想 对不对 对于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过了 既然消息面还是 某种程度会冲击到盘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除了该有的警觉心以外 最重要的怎么样 你操作上绝对不能看强去追 尤其你绝对不能去追那些已经创高的股票 这样的一个风险是非常大 就好比我们讲的 今天盘面上很多人告诉你 一些防疫的概念 防疫的概念 就消息面确实有利于股价的上涨 但是就实质面 基本面 我想它们的数字 大概也拿不出多少多漂亮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 如果看到今天抢你去追 其实明天后天 你又让自己陷于一个危险的一个情况 所以没有必要去躺这个浑水 同样的嘛 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股票今天都很强 对不对 可是强归强 上个礼拜的高点都还没过 代表什么 代表你上个礼拜去追高的到现在都还没解套 这些都是好股票 区序都没有问题 可是买点不对 就是套 对不对 大家一窝蜂都往这边钻 你去跟人家躺 你去跟人家躺浑水 最终就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子 可是相对的 对不对 同样是特用化学 我们买的是什么 刚刚你也看到了 我们买的是中美食 同样今天特用化学都很强 三幅化涨1.5% 中华化好一点 涨了4%多 将近5%算你半根停班好了 人家涨一根 上个礼拜先布局 今天一串起来 15分钟不到 拉上涨停班 这样的一个做法 跟我上个礼拜所布局的三档股票 不一模一样吗 来 上个礼拜我说过 我们忍了那么久 从高档出掉所有的股票之后 我回过头 对不对 我等的就是一个低阶大减便宜的机会 我在上个礼拜三出口 出手了 我们买进了8054的安股 上个礼拜三的安股 你看股价整理的这么久 上个礼拜三在这里 23号有没有 而且怎么样 我是在一开盘就进去买 我在一开盘就进去买 那天开盘多少 那天开盘才55块7 平盘在55块 55块7开盘 你找盘好不好买 需不需要追购 当天涨停 隔天怎么样 大盘往下压回 它再涨半根 两天15% 有没有买在最有关 对不对 一开盘来这个位置 有没有 23号 一开盘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是最漂亮的点位 那你说纵使 它出现了拉回 上个礼拜四出现 礼拜五出现拉回 拉回就怎么样 你已经赚了两根 拉回来一根 你难道你会赔钱吗 你还是赚钱呢 今天怎么样 你看大盘今天震成这样子 它还是赚了 大盘今天震成了三百几点 对不对 来还有什么 第二档股票 我买的是生阳科 一样在3月23号 全市场谁在跟你讲生阳科 谁在跟你讲低轨卫星 当时我就告诉你 低轨卫星在这次俄乌大战里面 它大领风骚 有没有 重建整个乌克兰的通讯体系 就为了用的 就是这个低轨卫星 让它整个声名大噪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大家全部 还没有涨的时候 3月23号还没有涨的时候 我们先卡位先布局 后来上个礼拜五 大家一窝蜂都来抢 你可以看生阳科 来 你买在上个礼拜三的赚钱 你买在上个礼拜的 你到今天解套没 还没有过上个礼拜五的高点 所以一而再再再的证明 做股票不用去追 不用去追 看好的股票逢低买 逢低买 你的胜算才会大 你赚的才会多 对于这个礼拜 或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还是会一档接着一档 带我们的会员 来进场大减便宜 你想跟上我们操作的 你也不用去猜 我要买什么股票 来 今天推给大家的活动 全体验一个月 一个月的全体验活动 让你能够在没有压力 所以很轻松的情况下 能够跟上我们的操作 一个月全体验多多利用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